导演很大胆 因为它其实挺反电影的 全是小空间 而且其实你在一个低预算的情况下 能拍出这种未来感 也是不太容易的 构思上也比较精巧 很完整这个片子 我是一开始我对这个作品 我是特别喜欢的那个点 就是它具象化了 所有的交友软件那件事 而且其实我特别愿意看妆发 其实雪莹一开始的妆发 它是很朋克的 现实当中 她是一个特别乖的一个女孩 她其实在这些细节的地方 导演她都观察到了 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 头像越粉 骂人越狠 真实生活当中 大声说话她都不敢 但在网上她什么都能说得出口 她其实很多细节 她全部都能照顾到 我觉得特别好 为什么我会按这个离席键呢 是因为她的对白非常无聊 因为我是一个语言工作者 那其实如果你的对白无聊 通过你场景和导演的功力 让我在这个不同的场景变化间 感受到这种有趣 那也是可以 可惜你这个中间有一段 基本上全靠对话支撑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对话必须万分精彩 但是那个两个男女主角之间的对话 她不撩 对不对 你谈恋爱嘛 你得有点那种一来一往 就是得有爱情里面的感觉 所以我按理系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一个不光是摄影的问题吧 我觉得一个好编剧 也可以帮助你 我坚决相信一个好编剧 是可以写出仅凭对白 就留住观众的作品 退步了 比上一个 这个故事永长 这个镜头语言的匮乏 没有帮到你 但是故事也没有那么的共情 因为前一个是生死问题 这一个就是一点 这个复合的问题 它和爱与死 它离得有点远 前面有第一部优点的纯田还在 其他的我觉得都太软了 抱歉 这个故事我没打动我 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蛮典型的 我是特别想通过这个说一个事 就是形式的创新 不能掩盖内容的单毛 你是一个优缺点 都非常明显的作品 今天这个作品 坦率地说 我觉得你动了更多的脑筋 在形式上 而忽略了你想表达的 这组关系的核心内容 我期待的至少是 最起码是两个人变成了 对方互相完全不认识的样子 我就是要讨厌以前喜欢的东西 我要讨厌我喜欢的那个你 然后再重新发现 我还是抑制不住地爱上你 这组关系就有了意思 现在你的形式很有意思 而你包裹了一个 极度没有意思的内心 所以我觉得是 真的是一个优缺点 都特别明显的作品 期待你之后能有更大的进步吧 谢谢老师 其实导演你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的那个亮灯 是出现在什么时间呢 是回到现实之后 是观众看清楚了 原来他们猜中的 男孩就是前男友这件事 被影片坐实了 几乎现场90%的观众 都能猜到这一点对吧 所以当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 就完蛋了 其实导演你本人在 基本功上非常扎实 导演其实做到了 所有的战术层面的展开 可惜 类型片的尤其是类型剧作的 那个核心逆转 观众对这个都反应太大了 懂吧 绝不能犯这种错误 绝不能让观众猜中那个点 但是老师我想说一句 就是其实在 他们公园那一场戏 就是两个人 对着前方的那一场戏 我其实有一点 故意想让观众知道 他们是前任的关系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作为 后面他们在线上 一起去约会的 这个东西 可以让观众多去看一看 这个男生为了这个女孩 想要复合的一些改变 类型剧作就是在跟观众 做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是所有类型导演 每次都如履薄冰的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这一点 你要记住那个红灯 以后你再次 如果被观众猜死的话 还会有这个事情出现的 谢谢老师 我是觉得什么呢 因为网链这件事 网络本来就是个虚拟空间 在虚拟和现实中间 其实是蛮复杂 也蛮丰富的 因为我上网的历史也挺长的 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命题 我非常喜欢的 它不光是有未来感 它其实能打众人们 自己的情感是怎么诞生的 但是有一点你很清楚 虚拟世界就是虚拟世界 虚拟世界有自己 非常独特的意境和空间 不要试图把虚拟空间 跟现实空间 直接对接起来 当我们试图从虚拟空间 走到现实空间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很多大的问题 所以我说网链是一个非常值得 大家去探讨 去享受 包括老爷子们 对吧 大家心还年轻 在内阳空间里面多可爱 完全是你自己自由表达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命题 也非常喜欢这个内容 谢谢 谢谢 大伙的片子都给予了很多的评价 我觉得从心颖 从想法 从拍摄 从两个年轻孩子的表演上 我觉得都还中规中矩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这个片子是一杯毒药 不知道大家想没想 就是没有比这个题材 更能够展现你才华的吗 为什么非要选择一个网链呢 而网链害人多少呢 啊 老师 对不对啊 这是我们不提倡的呀 因为李老师触到我了 我也得跟他说两句的 你都没听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说的虚拟空间就是个虚拟空间 不能跟现实打通的 所以李老师不要误解 说我从来没有说去鼓动大家 把网链变成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那是你灵魂里面 你的自由空间 那是你的世界 厅长 人的情感要交流 而不是虚拟的空间 科技与情感是不能画等号的 科技的发展是为了我们的生产力 而人的情感是不能靠科技去延续的 我不同意 可能会很多人会认为我过于沉浮 但是由于网链而造成的社会的很多不良现象 这是大家共同看到的现实 我不提倡这种作品的过多出现 可能程鲁老师 我跟您的这个认定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网链 跟以前十几年前说的网链 已经不再一样了 我们讲的叫网上交友 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生活节奏太快了 速度太快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固化在自己的一个 朋友圈里的状态里 他们其实不太会有能够拓展出更多的朋友 遇见更多的伙伴 所以他们现在更多的是利用这样的一个交友的平台 认识除了自己固化圈以外的朋友 那么未来是不是真的会谈恋爱 是不是会有结果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是交到未来的 但是当然我明白程鲁老师说的那个点 就是说网链是有毒的 但是我相信现在的孩子们 面对众多的交友软件 大家会越来越理性地选择说 我只是在上面交友 真的到恋爱 真的到其他的时候 其实那是要真正线下见面的 程鲁老师我就插一句 我也想跟您分享一下 就是我觉得可能杨过跟小龙女见面 需要等16年 那么之前还有书信之恋 还有从前半那个时候 需要坐马车 走一年才能见到对方 这都是恋爱 今天互联网让它变得非常便捷 它也只是一种形式 人与人之间的爱恋 是从来没有变过的 也不会变 网恋是说两个人压根就不认识的人 我指的是这个 你如果说是两个亲人 都在很远的地方 然后通过视频能够看到对方 这个科技当然是可以依赖的 如果说网上虚拟的两个人 根本就不认识 就是无聊的现在是上网 我交女朋友 那个我要交男朋友 我是坚决反对和不提倡的 警方网络诈骗 说白了 当然是 我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吧 警方网络诈骗没有别的意思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我特别感谢今天的观众 还有影评人老师 对文也的这个作品的点评 因为你们非常客观地 在指出我们作品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 确实是我们作品当中存在的 但是你们也肯定了 我们这个作品的闪光点 那确实我觉得 这就是文也要去作为导演 未来的职业之路 他就是要去做这样的类型片 要去做这样风格化的片子 没有那么好 就是没有那么好 观众和影评人都觉得 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就去改正哪里的问题 加油 在这里也要想请问一下 王晶老师和陈芷琪老师 这两位导演 是你们的强位导演吗 不是 不是 我不是 OK 让我们再次有请 韩雪导演 王晶老师 陈芷琪老师 下面要揭晓 王文也导演的最终得票 请看大屏幕 大众上作率 65% 专业上作率 30% 最后得票 144票 是 他的那个好像是 专业评审的分数很低 我觉得低的不应该 就是专业评审对这种类型片太不友好 你怎么觉得演员演得也挺好的 人拍得也挺好的 这个分我也有点出不意料 两位导演的最终得票是 恭喜韩雪导演 请韩雪导演 走向我们的星光通道 去完成你们的签约仪式 王文也导演 您可能要暂时离开我们这个舞台了 有些什么话想跟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吗 跟观众朋友说的话 我感觉我又要哭了 其实刚才 为什么我会哭 其实是因为 我是一个非常希望 就是观众可以喜欢我的作品的一个导演 然后肯定还是有很多的改进的空间 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郑芝稀老师 还有雪盈啊 林锐可以来帮我 然后就还有所有的 我的整个剧组的所有的主创团队 然后我们这次主创所有人都是女生 就是真的有一种女生一起往前闯的那种感觉 还挺幸福的 我觉得有这些体验 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谢谢大家 加油 谢谢 谢谢二位 很遗憾 您可能要暂时离开我们